普悠瑪火車翻覆的事故 一審是判決 肇事的司機尤正仲是以過失致死罪 判處了四年六個月 那案件上訴之後 尤正仲仍是以無罪來答辯 那二十七號高等法院審理後 不會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那其餘人等仍是獲得無罪 台天普悠瑪火車翻覆事故 滿四周年 司機尤正仲涉及過失致死罪 一審判四年六個月 檢方認為判太輕提起上訴 二十七號二審法院宣判駁回 維持原判決 跟本案事故列車發生多人死傷的結果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肇事司機尤正仲維持一審判決 刑期四年六個月 台鐵兩主管仍無罪 二審法官認為 尤正仲坦誠關閉自動防護系統 相關證據也都指向他超速 法院認為雖然台鐵採購 司機訓練跟調度有缺失 司機也因為行駛中跟調度員通話 排除故障而分心 但仍期待司機兼顧乘客生命安全 遵守訴訟是最基本的義務 那每一個就是被告的答辯 在庭上都說出自己已經盡力 並告訴說這個事故 可能自己驗收採購 都跟自己沒有直接因果關係 普悠瑪事故18人的罹難 也沒有辦法換回台鐵跟政府 就是真的下定決心 以及有良知的去做 真正落實改革台鐵 這是我們覺得最心痛 最難過的事情 判決現場罹難者家屬也到場關心 儘管普悠瑪號事故走過四年 但家屬談起事件仍語帶哽咽 表示台鐵落實後續改革機制 才是家屬們最深的期盼 別讓家人白白犧牲 至於司機郵政中是否會再上訴 委任律師賴燕傑表示 待收到判決書後 再跟當事人討論是否再上訴 原始新聞 台北市採訪報導 小徜臨 大村 大村 壹架